每年的春节,财神爷都会降临这家小面馆 大家欢聚一堂,都想一睹财神爷的真容 没想到老板娘却生气得很 只因财神一到,他们就要亏钱 老板不仅会将八块的汤面改成五块 而且一碗的面还非要做成两碗的量 这是为啥呢 原来在二十年前的除夕夜 店里来了一家奇怪的客人 明明有三个人,他们却只点了一碗面 本着来者是客,嘴被打烊的老板还是请他们进入屋 老板娘热心地问他们要不要加两个菜 但对方却怯懦地说 面对抠抠说说的客人 老板娘忍不住向丈夫发起了牢哨 好在老板是个热心肠 偷偷地多加了半分面 可一碗面哪够三个人吃 两个小鬼很快就将面条吃得一干二净 当妈的是一口没动 而面对女人的询认,老师的弟弟说道 身为母亲,女人只能无奈地收着五块 但她并不服气 不就是一碗面条吗 你俩要是乖 妈以后还带你们来吃 春去秋来,又是一年的除夕夜 女人如往常一样,还是只点了一碗汤面 还是只说了一句 来碗热乎的就行 老板本想着做三碗面给他们 但妻子却不答应 于是她只能老老实实地下了一碗面 但犹豫再三 她还是多下了一份面 将一碗的汤面做成了两碗的量 老板娘还说她是个憨户 而两个孩子,今年却懂事了不少 纷纷让母亲吃面 女人拗不过,只是浅浅地喝了一口面汤 但细心的哥哥却发现了端倪 妈,我好像发现今年的面比去年的多 于是在结账的时候 女人要给两碗的面钱 但老板娘却怎么也不肯收 多好多,鸡根面 原来她是刀子嘴豆腐心 之所以不让老板做三碗的面 就是怕伤了对方的自尊心 推荡在三后 女人只好和两个孩子深深地居了一共 温暖人心的不只是这碗汤面 还有汤面背后的扇衣 迎来送往 很快就到了第三年的除夕夜 老板慌张地将汤面的价格改成五块 没想到老板娘却吃醋了 任凭老板怎么哄都不管用 但没过一会儿 她就好奇地问老板 对方是干啥子的 老板大大咧咧地说 对方就是给咱们送元宝的财神爷啊 说话间母子三人又来到了店里 与以往不同的是 女人今年显得格外高兴 点了两碗的汤面 但不变的是 汉扣的老板还是多下了一份面 将两碗的汤面做成了三碗的量 女人破天荒地尝了一口汤面 果然如两个孩子所说 这汤面确实好吃 原来女人的丈夫 在两年前意外去世 留给她的只有巨额的债务 和年幼的孩子 好在两个孩子格外懂事 哥哥送抱 弟弟做饭 他才能拼命地打工挣钱 一家人齐心协力 终于还清了欠债 而弟弟以一碗汤面为题 将老板的善举 写成了一篇作品 而朗卢生 恰巧被老板他们听到 至此一碗汤面的故事 在十里八乡广为流传 每年的春节 他们都会预留出一张桌子 等待母子三人的光明 而这一等就是二十年 老板 老板娘 二十年 我小儿子 大学毕业了 我大儿子 美国回来的 好 好好好 一次不经意的战权 足以让人铭记一生 温暖人心的 从来就不是那碗汤面 而是中国人特有的淳朴 善良和感人的心 祝大家开功大吉 财源广进 所欲皆是良人 所行皆为坦托 说得皆是属愿 拜